- 作曲釀製作曲 排骨 - 作曲釀製作曲 排骨 - 作曲釀製作 排骨 - 編曲釀製作 排骨 - 作曲釀製作 排骨 - 作曲釀製作 排骨 - 编曲釀製作 排骨 - 编曲釀製作 排骨 - 是的 今天非常高興呢 - 又在這邊 - 今天這個四爺要來跟各位講一下 - 什麼呢 - 很多人聽到這個 - 中元節咯 - 感覺到 - 呃 嚇嚇嚇 好兄弟 很可怕 其实不用怕 为什么 主角又不是女 重点是这个 讲到这个中原普渡 就不能不讲我们这个 全台湾一个很有名的现实 哪里呢 就是我们 基隆市 我们基隆市呢 为什么特别值得一场 因为 基隆中原既保留全台最完整的科宜 也是台湾无形文化资产第一号认证 台湾蓝波万优 因为它典故有很多 我们一个一个挑到什么 我们来讲什么 选竹 这个竹子呢 是我们基隆市 基隆中心呢 特别到这个 南投的竹山去挑选 所以它可能长到一半的时候 有好多竹子 我们都觉得不错 我们就先把它预定起来 然后就把一个好不深 这个竹子可以拿 可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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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中原季的时候 把它请过来 要干嘛呢 就是因为我们上面要放灯 有天灯跟地灯 那主要这个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就是一个邀请函 如果你看到这个灯 它白天升上去的天灯 那神明看到之后就觉得 好 那我马来到脑 也会来看 也会来吃 那顺便呢 这个秩序也会长官好 那晚上的时候 地灯就升起来 告诉所有的好兄弟 不管海上路上的 诶 请客的地点在这边 哦 那好兄弟看到之后 就会赶快 诶 全部过来来享用 大家都可以聚集过来 所以这个就是选竹的重要 所以竹子要又直又长 这样子才好 今天就是这个四爷来 跟各位讲这个中原季呢 希望大家有时间 今天要记得到哪里去开搜尾锦 记录试